超商店员神传制服横躺在地 一身不整露出半个肚皮 一旁还散落不少纸张杂物 这间店员伸手想要求助 甚至看来很不清醒 或许是已经被人从地上拉起 这名超商店员变成爬到永餐局桌上 紧闭双眼看起来像在睡觉 夸张的是桌上还出现喝到一半的酒瓶 门口更直接贴着纸张 要客人到别家的超商 难道这店员是上班时间喝梦了吗 明明该是店员结账会台 却出现好几位男女直接闯入帮忙结账 一群人还在超商店里大声喜笑喧闹 这段网路影片曝光引发热议 网友直呼实在太扯 民众重浪店员吸引闹结账 证件店看起来非常凌乱 虽然影片没有标明时间地点 但是从贵台上的报纸推测 可能是山土耳台风席台期间发生了事 超商总公司强调 店员上班时间严禁饮酒带呼职守 这起案件是单店不当脱续个案 将一契约追求家母主的管理责任 也因为重大影响品牌商与已经即刻解约 因为喝酒丢了工作恐怕得不偿失 记者资本报道